以時尚流行的潮流與和平島的潮汐的潮 加上阿根納廢墟的廢為主軸 營造出創作者工廠 文創基地 阿根納及滴答市集四個主題文創園區 融入在地創生的概念 我們有做成了相關的地圖 然後也為了它的地方 然後去做了一些基地的模型 像是現在這樣 去做了相關的模型 然後還有一些特色 然後我們也有做了相關的一些商品 像是幾張卡或者是明信片 然後就是你集完之後 你可以沿著邊去撕掉 然後它後面會是一個明信片 然後你就可以寄回家給自己 全面性的整合設計 還融入基隆的在地元素 就是希望來基隆玩的人 都能有充實的藝術文創饗宴 希望基隆可以像台北雄岩或高雄博一樣 有一個屬於自己的 專屬基隆漁港的文創園區 然後讓大家可以更能再基隆 欣賞到藝術品還有創作靈感 表達對家鄉關懷的作品 陣線溫度深獲評審老師的青睞 作品也將代表學校 進軍德國紅點設計獎大賽 今年這二十幾組的作品 我們也透過了邀請大學端的專業教授 來到學校一起做評審 選出了最好的兩件作品 也即將代表本校 來挑戰德國紅點這個大獎賽 那我們希望能夠延續 以往學長節的好的一個經驗 還有一個成果 也能夠為台灣青年學子在紅點 這樣的一個指標性比賽裡面 再拿下家機 而和在地有連結的 還有這充滿海洋議題的創作 因為我們希望藉由這次的專題 可以利用強烈的視覺效果 讓人們記住珊瑚的美 還有我們也希望大家可以 著重在珊瑚白化這個部分 因為珊瑚白化是無法挽回的 一個生態破壞 所以我們應該要盡快著手做出改變 然後呢我們也設計了一系列的周邊 希望可以藉由這些周邊 達到環保的意識 減少使用一次性餐具以及袋子 然後我們的海報呢 也使用了與水的關聯 希望做出這系列的海報 可以讓人們感受到海洋的悲傷 還有我們的背板 因為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有時間 或者是能力真的潛入到這一片海域 觀看我們的珊瑚 那我們希望藉由AR動畫的方式呢 可以將他們的美留下來 而不是只是一個理念 我們也希望藉由我們的網頁募款呢 將這些理念化為實際行動 利用募大的資金 可以對這片海域做出貢獻 運用3D立體動畫科技 展現珊瑚白化 與周邊商品相扣 令人印象深刻 另外還有漫畫 公仔結合手遊系列的創作 都看見二姓學子展現的潤實力 不只在校園展出 3月2號到31號 也將平面作品移至基隆市政府藝廊 以及3月3號到4月1號 在基隆東岸商場展出 到時候都非常歡迎市民前往參觀 這設計與藝術等學生畢業專題 及國內外獲獎的作品 記者蔡曉君採訪報導 請留意